为什么今天以色列国旗上的星称作大魏的星 而不是亚伯拉罕的星或者摩西的星呢? 这星被称作大魏的星已经超过千年 但是没有人知道一开始他为什么称作大魏的星 但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却很清楚自己是大魏王朝的后代 大魏蒙神拣选之后继续受训练受试验 没有抵抗与抱怨 过敬畏神服权柄的生活 而之中神将君王之份赐给他 并且为他建立活动 在大魏打死哥利亚的以拉谷旁边的小山沙拉因 近五年有考古学上最大的发现 这里挖出三千年前的一座城 包括城墙和城门 肯定大魏时代以色列人已经正式形成一个王国 否定了怀疑圣经论者的主张 城内的出土物确定是扫罗大魏时代的淘气 其中更既有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古老的希伯来文 这里是最古老的希伯使密的世音 Experts have not been able to decipher the full text yet, but several words including judge, slave and king were identified. This inscription was found in a site called Aila Fortress. It is located on the border between Judah and the Philistine, the coastal plain. It is a fortified city from the time of King David, about 3,000 years ago. Our site clearly proved that already in the early 10th century BC, there was a kingdom in Judah and that King David existed as a king and that he built for different cities. When after Saul was killed in the war with the Philistines, so God said to David, he should come up into the hills of Judea. And David said, where? And God said, Hebron. So he came to Hebron. Now down underneath, they didn't find too much from the Davidic era because the archeologists believe that David built the original city of David on the highest point in Tel Hebron, which is up here. And they think that if they dug a bound here, they would find the original city of David and some place under our feet, his palace. And of course, David was here for seven and a half years before he went up to make Yushalayim, Jerusalem, the eternal capital of Jewish people. But it started here. 今天的犹太人都以大魏王朝为荣。 扫罗死后,大魏在西沃伦开始作王。 那时他只有22岁。 说实话,当时只有犹大一个支派跟随他。 他的家乡伯利恒属于犹大支派。 他的一般勇士中的三个首领是三兄弟。 都是同乡。 所以,他在西沃伦的七年半,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山寨王。 跟随他的都是同乡同族。 但是,他在西沃伦的一旦,他在西沃伦的一旦。 我没有为何有人选择不住在这里。 今天很少游客会来这里。 这是西伯仁市内亚尼尔的墓。 亚尼尔是扫罗军队的元帅。 扫罗死后,他带头向大魏投城,而间接促成全国的统一。 所以,这地点对大魏王朝的立国很有关系。 大魏三十岁,一被承认为全以色列的王以后,就攻占耶路撒冷。 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就成为以色列人历史的中心。 那大概是公元前一千年的事。 在中国,正是周朝开始的时期。 在我后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圣殿山。 大家看到前面圆顶的清真寺。 那一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阿尔南河场,也就是当初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 在他前面的那一个斜坡,那边有一个小山,那边就是所谓的大魏城。 撒姆尔记说,大魏击败耶布斯人攻取西安的保障。 大魏城就是在前面的那个地方。 三千年前,耶路撒冷的发祥地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城南边的一个小山上。 如今这里住满了阿拉伯人。 两千年来,这遗址埋在地下。 直到二十世纪的初期,才开始发现这里的古迹。 到了最近十几年,发掘的范围越来越广。 近年来,这里成立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很便利地介绍这古中的历史和遗迹。 这小山最早开发是东边一道十二层楼高的石头斜坡。 1920年代,就有人开始发掘。 近二十多年,以色列女考古学家,Eliad Massar,继续在附近挖出许多新的发现。 目前,毫无疑问,这里就是大魏时代的古城。 这整片石壁,包含古以色列不同时期的遗迹,好像一个大拼图游戏。 又像一幅大型的壁画。 在上面,可以读出旧约以色列人四五个不同时代的故事。 这里最大块的石坡是公元前十三到十二世纪的建筑,是大魏时代之前的耶布斯人堆的挡墙。 挡墙上建造了他们最初的城堡。 这是大魏城出其建筑。 之后,城堡被拆,但是周围根基的挡墙还在。 撒末尔记下第五章说到大魏住在宝藏里,称这宝藏为大魏城。 然后说,大魏又从米罗望里,周围竹墙。 这里提到米罗,米罗就是城堡或挡墙的意思。 很可能当时大魏面对攻打的就是这石坡上耶布斯人的城墙。 第二时期的建筑是挡墙前面的小民房。 这些小房间是大魏迁入以后,城内人口扩增,在原有的城墙之外又加一道城墙。 而这些当时的民宅就建在新旧城墙之间。 山坡下的这几间房子称作阿亦尔之家。 因为在这房子里有一些陶片,上面刻有阿亦尔的名字。 其中一个房间里面还有一座完整的作册。 另外还有些房间挖出猎王时期,圣经上有的一些人名图章。 也有些房间满地烟灰,见证公元前六世纪巴比伦王攻陷耶路撒冷焚城的历史。 第三时期的建筑是石头斜坡右上角的建筑。 这一部分是公元前五世纪,以色列人贝鲁回归以后尼西米建的城墙。 是最近十几年才发现的。 最后第四时期是石头斜坡左上角的建筑。 这部分是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哈斯摩尼犹太人独立统治时期建造的。 表面看来这些石头堆都差不多一样,但是差异部分却说出不同时期的历史。 在大卫城的小山中有一个十分出名的现象,就是在石崖中有一个垂直的缝洞。 纵深有四十英尺。 首先发现这石缝的是19世纪的英国考古学家Warren。 所以这条石缝就被称作Warren's shaft。 它是一个人工开凿的石缝。 今天游客还可以沿着梯子爬下这道石缝。 它的年代在大卫之前就有,石缝上端是通往城内的隧道,石缝下端则连于水道。 起初,大卫城的水源是城东边山下的一个泉源,称作基汛泉。 这是整个大卫城唯一的水泉。 问题是,这水泉的位置是在城外。 为着把水引到城内,古人就先把泉水引入一个地下水道, 再从山上的城内隧道往下凿出一条人工的石缝。 把山上的隧道和山下的水道连起来, 然后用绳子把水桶坠下人工石缝去打水。 这个人工通道大概就是沙穆尔记下五章八节大卫攻进耶布斯人的城堡时所说到的水道。 七零年代的时候,考古学家Sillo曾在石坡挡墙北边, 挖出一块雕刻精致的石头柱。 当时并没有太注意。 到了九零年代,女考古学家Elight Massar开始怀疑, 这个石头柱是否与大卫的宫殿有关。 他开始在石坡挡墙的北边挖掘。 在过去十几年里,他挖出了大片的遗址。 有力地证明,这里就是大卫攻占耶路撒冷后所建造的宫殿。 几个星期前,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探索, 发生了正在这里。 我们找到了一个 Proto-Aeolic Capital。 这就是Poto-Aeolic Capital, 或是Israelite Capital。 这就是第一次的宫殿。 我们看到这里的宫殿只有一个部分。 对。 今天,这个宫殿的位置就紧贴在古耶布斯城的北边。 摩扎尔女士十几年前就注意到撒穆尔记下五章十七节所说的。 从她的宫殿下到宝藏。 根据这一个下子,摩扎尔推断出大卫宫殿的位置一定在比城的位置高的北面。 当她在宝藏北边挖掘的时候,果然挖出大卫时代的遗址与出土物。 再一次证明圣经的可靠性。 今天无论是反对圣经的人士,或者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都声称旧约大卫的历史是后人捏造的。 但这小山上已过一百年,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的发觉, 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圣经旧约历史的真实性。 为着这个缘故,这一片小小的山丘, 竟成为全以色列最具争议的地方, 也是最令考古学界注意的地点。 言者唯一 1910至 сын 열12至20至封前数人的Haye加班后强回答 今儿的声称旧女 至先携带。 今儿で誇论进了这么晚的肯定根约外 there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